不少人怕摄取太多淀粉会挑选健康的食材 但是要建议其实有些是地雷食物 像是冬粉有分真假 成分不同 这两也有差别 而健康饮品像是杏仁茶 则是越香就越不纯 再来就是真假豆腐 吃尽不少油脂和碳水 吃错可是会越吃越胖 香芬芬火锅主食换冬粉 以为清爽很健康 小心吃到假冬粉踩到地雷 真的应该是绿豆粉 大家拿了就走 没有在看后面的成分 就是很多食品都是 它名字跟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真假冬粉怎么分 真的冬粉是绿豆做成 生糖指数只有30 是地瓜的一半 但小心另外一种是马铃薯做的 吃火锅配假冬粉 几乎等于狂克薯条 回过你冬粉怎么煮 只要吸水吸汤 所以其实只要吃火锅 我们最常加冬粉 坦白讲那个热量都滴不太像 真假冬粉这样分辨 绿豆冬粉煮不烂 假冬粉30秒就熟透 但仔细看热量 其实纯绿豆冬粉也很高 别以为健康就多吃 一样容易胖 看起来很健康的 还有杏仁粉 市面上贩售的一种 是马铃薯粉跟香精制成 价格两三百块就有 真的杏仁粉则要六七百块 价格越便宜 越香就越不纯 也要注意别喝多 因为杏仁属于坚果类 有油脂 很多豆腐恐怕也是假豆腐 白叶豆腐成分是沙拉油跟糖 热量是真豆腐的三倍 芙蓉豆腐是鸡蛋跟柴鱼汁 杏仁豆腐则是糖和鲜奶 完全不含黄豆 自以为吃点冬粉 平常喝杏仁茶都是养生食材 但没看成分踩到雷 越吃越胖 更伤了健康 记得王一玉林之会 高雄报导